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门兔 这期视频来拆的玩具是 World Toys在近期推出的一款 Megabox系列的产品 青龙 这款产品的官方定价依旧还是人民币168元 采取的是这种大开面的包装 和这款青龙在同一时期发售的 还会有另外一款 猛兽侠系列的海龟 以及还有另外一款的话 是全能小队的第二款产品 叫深浅者 这两款产品的话 我们先挖个坑 过两天再来和大家分享 这一期视频主要看的还是这一款青龙 另外这期视频的 萌兔也有向官方争取到了一些专属小福利 正在收看这一期视频的所有的小伙伴 如果你去天猫的World Toys期间店 购买所有BOX系列的产品 像Megabox也好 或者是猛兽侠 或者是全能小队的产品都可以 只要是BOX系列的产品 只要你向客服留言带萌兔三个字 就可以获得一张满399-50元的优惠券 而且这张优惠券 还可以和天猫双十一期间的 满简活动进行叠加使用 反正一顿操作下来 差不多是8折左右的优惠力度 那么如果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双十一期间的话 也没有关系 这张优惠券一直到12月10日为止 都是有效的 好的 广告打完 赶紧进入今天的正题 产品在包装盒的正面 依旧会有一个天窗 可以直接看到当中的内容物 然后又写着青龙 青龙外面还会有一个框 难道说将来是有打算推出 白虎玄武和猪雀吗 最好是可以推出 来凑齐我们的中华四菱 然后再翻到包装盒的后面 有一点非常需要值得一说的地方 可以看到在设计的地方 写的是 TSUBOJIMA YUKI 这一位设计师的话 是一个日本的设计师 萌兔恰好对他有一些了解 他的作品做的都是非常的精彩 是专门做那种金属的变形 摆件 那都不能算玩具 因为它不量产 都是手工制作的 一次也就制作了十几二十个 每一个都卖十几二十万 根本就买不起 所以说这一次产品 能够请到频道来做设计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单就这一个设计师 单就这个设计来说 萌兔觉得168元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不用开箱已经值了 如果是有心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看 其实WARTOYS出品的 所有BOX系列产品 它的变形结构 都是请各种各样有名的设计师 来设计的 比如说像刚才有拿出来过的 生前者 就是由X2R团队来设计的 然后刚才的海龟的话 又是不同的团队来设计的 可以说是融入了全世界 各个国家的有名的设计师 参与其中 其中还不乏像 ZBOGIMA这种非常著名的大师 所以说大家应该有发现 BOX系列的产品 它的设计风格会非常的多样化 非常的多变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都会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可以变成一个 5厘米见方的小盒子 感觉好像全世界这种 变形玩具的设计大师 都在这一个盒子上 找到了一个交集 是不是非常的浪漫 好的 这一个不小心又扯远了 我们赶紧来开箱 拿出内容物之后 依旧还是老三样 角色介绍卡小弹片 然后这边的话是说明书 以及下面是装着本体的吸塑 这次的收纳箱 也是做出了特殊化的变化 是透明的绿色 打开包装来拿出本体看一看 这个龙是盘着身子的 展开之后这条龙超级长 拿出尺子再量一量 差不多是有30厘米左右的长度 这一条龙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所有BOX系列当中最大的一款产品 应该是最长的一款产品 这条龙身上所有绿色的部分 都是成型色 下面肚子的黄色的地方则是土装 但是绿色的成型色发色还是非常漂亮的 翠绿翠绿的 上面还会有一些这种金色的移印 身边还有一个青 大大的青 背后还会有一个这种小小的文章 整条龙在身体线条的刻画上 是有着非常浓的 磁波吉妈的个人设计的特色 它身上都是用曲线 秘密的曲线来堆积而成的 身上的曲线 而且这种弯曲的幅度会非常的柔和 整体的造型看上去的话 会有一种很浓的复古的感觉 像是那种古代宫殿当中的 装饰的那种感觉相当的漂亮 除此之外 身上还会用到一些透明的零件 像前爪处的地方会有两块 像火焰一样的结构 然后龙须处的地方也是透明零件 还有龙尾处的地方也是这种透明的零件 整体的造型和青色和黄色 搭配在一起的话 这种点缀的效果非常的突出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要给予好评的 就是这款产品在龙头的设计上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眉骨非常高 还有两根眉毛的刻画 然后鼻子的话也是非常的大 整个头长度也好 还有龙的下巴下面的尖刺 以及龙牙的造型 都是把中华龙的那种威严 那种庄重的感觉 可以说是表现的特别的到位 两个眼睛的地方 使用的也是橙色的透明零件 所以说看上去是非常的有神 除此之外 龙身上也会有一定的可动 头部会是球形关节连接 然后嘴巴处的地方可以张开 龙爪的地方使用的也全部都是球形关节 脚腕处的地方还可以进行弯曲 后腿的地方也是相同 这里也是球形关节来进行连接的 可动幅度的话还算是不错 区块处的可动就只有纵向的旋转 横向的旋转就只在脖子处的地方 会有一处关节 所以说这条龙的话 想要摆一个盘龙的动作 估计是摆不出来了 这个龙的结构实在是太漂亮了 但是萌兔相信这款产品 真正亮点的地方 绝对是它的变形结构 我已经等不及了 让我们赶紧来对它进行变形吧 首先第一步把龙脚往前翻 把龙头往后旋转 折叠到它的脖子上面 然后再把脖子的零件再旋转180度 把头转成这个形状 把前腿的龙爪向后旋转180度 然后从屈膝关节的地方 向上这样的收纳进去 然后再把连接两条腿中间的 金色的零件向下展开 下面再看到后腿的地方 后腿是把脚掌向上旋转 然后把整条腿向上旋转180度 把整条龙从躯干中间的旋转关节的地方 整个向上折180度 然后在前面这一段转轴的地方 再向下折 等于是把整个龙的身体 变成了一个枝字形的折叠 变形成这个形态之后 让我们换个方向 翻到龙的肚子下面 在龙身和龙尾连接的地方 会有一处外拉的关节 向后拉出一段距离 这段关节拉开之后 龙尾就可以左右分开了 然后我们再换个角度 换到后面这个角度来看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龙尾 翻开之后正好是90度 两边90度展开 龙尾的变形是把这块黄色的零件 向下旋转折叠 然后再把后面这块尾巴的透明零件 要做一下旋转 然后正好这里有个洞 卡在这块绿色零件的凸起的地方 这样子卡上去固定 变形正确的话 造型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在这个关节的地方 还会有一条小缝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条缝 这个缝可以把它压进去 这边也是 然后再把龙身的地方 从脖子处的地方做180度的旋转 转到上面去 变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紧接着再把后面这一段团在一起的龙的身体 从中间又可以一分为二 展开之后 然后顺势往前旋转盖到龙的头前面来 这样的话是不是方块的形状快要出来了 转过来之后在这后面会有一个卡扣 可以把它给固定住 这样插进去 然后在前面的地方 两条龙尾的地方也会有两个卡扣 也可以这样的给它固定住 前后两个卡扣都卡牢了之后 从正面看的话 可以看到整个方块是非常的工整 最后一步就是要把前面的两条龙腿 要往里面缩了 先向前转90度 然后把这个腿向后旋转 藏到它的身体里面去 这边也是 这两条前腿的地方也会有卡扣固定 是在屈膝的地方有个黄色的凸起 正好是插在龙尾的黄色零件 有个槽的地方 这样子卡进去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 这样的话盒子的变形就全部都完成了 朋友们感觉这个变形结构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把妙打在工屏上了 太精彩了有没有 而且在盒子形态下 对于外观的造型 也会有一定的考虑和设计的 像刚才龙身体的地方 从中间一分为二 在横截面的地方 是用透明零件做出了结构上的填补 而且这些透明零件在表面上 还是加入了祥云的浮雕 而且不单如此 刚才有说过龙头的造型设计非常漂亮 那么在盒子形态下 也完全不会把龙头给遮挡起来 是整个露在了顶面上 从正视角来看的话 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精彩 像是一个图腾一样的感觉 这个龙脚可以向后翻一下 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龙头 在尺寸方面也是严格遵守 每边5厘米的立方体造型 每一边每一面都是相当的完整 不会缺失 也不会有哪个地方突然之间突出来一块 这个放入收纳盒当中也是相当的轻松 盖上盒盖之后 这个设计简直完美 视频的最后再重复一遍 如果大家要去天猫玩 Toys旗舰店下单的话 请千万不要忘了给客服留言 戴萌兔三个字领取专属脸 好那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一键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